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久没有给大家分享新的视频了 因为马上要新的学期开学了 所以趁这个空档期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吧 因为最近的不少朋友在跟我吐槽说 哎呀我这个在 不管是移民的哪一个 这个阶段啊 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骗局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完全避免 因为作为一个现在来说 很多中国的就是想出来的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嘛 然后呢那个骗子 他实际上也利用大家的这种 比较急躁的心理啊 急于想求成了想出来啊 这样的一个思想 然后欺骗大家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视频 还是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防骗指栏啊 就是在移民路上呢 如何如何减少被骗的这个概率 另外呢 另外呢也跟大家分享啊 一个最终极的防骗手段 还有一些出国移民的技巧吧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就是尽量的让大家少走弯路 然后呢少花愿望钱 对吧 在这个之前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位朋友顺利的到达美国啊 这个之所以跟大家分享呢 其实是因为 呃这个朋友到达美国呢 我也非常的意外 因为呃之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 然后呢他突然有一天说 哦我已经到美国了 呃因为这个朋友之前呃 应该说好几年前吧 应该好几年前跟我联系过 然后呢最近他又 呃顺利的到达美国 当然呃具体的一些细节呢 呃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我呃 嗯我知道他之前的这个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话 呃也许他换了签证啊也许没有 呃签证内心我是说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相当于说 虽然可能大家会道听途说呀 一些呃 说什么这个海关那个海关 把把把把谁给拦住了啊 所以呢在大家心里面就打鼓 哎呀我如果有签证了 这个会不会也被拦 对吧 其实我觉得真的 大家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这个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最最主要的问题 或者说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 他们所去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简单来说的话 对吧移民的这个基本的阶段 就是呃第一步你要有护照 以前的护照这个基本上是没有门槛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已经形成门槛了 对吧 拿护照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之前也说过啊 就是温水煮青蛙嘛 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设门槛 很多朋友呢还不以为意说 哎呀我想拿就拿 对吧我不想 我现在还不想 所以我就我不拿呀 或者什么之类的 其实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就是很多时候他这个情况真的是瞬息万变 也许今天可以的 可能过几天他就不可以了 对不对 其实对于中共来说 他的这个趋势就是温水煮青蛙 他不会说是一刀切的突然说啊 直接就像关铁门一样 直接把这个出国之门完全关闭 对吧 他就是这种啊 就有点像那个渔网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一个形式吧 慢慢的在收拢 慢慢的收拢 然后呢一些这个小鱼小虾呢 还是能够接触一些手段 还是能够出来啊 这个这样就给大家带了一些假象 哎好像还是有人出来哎 当然大家可能也到地图说啊 有些人不能出来对吧 所以护照是一个阶段 然后呢就是第二步就是拿到护照之后呢 那就是签证的问题啊 签证呢无非就是分两个主要类型 一个就是旅游探亲呢 还有这个商务对吧 这个是都放在一起的就是B1B2 另外一个呢就是学生签 也就是FEF2对不对 基本上主流的就是这两个啊 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个如果是接签证啊 怎么样去弄 其实我在前面的很多视频里面都说过了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在这边有一个单位 给你做对吧就是给你邀请函 就是一种类似这种学序机构 我前面也说了 如果说你的职业是类似于教师啊 或者是医生啊 这种接签证的这种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啊你哪怕是那个学生的话 其实也有机会 就比如说那种啊交流学生 交流学生他他有时候用的也是接签证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吧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拿到一个正规的单位的邀请函 接签证的话 基本上被拒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除非说你是那种非常敏感的那种专业啊 就是比如说 反正就是跟跟一些这个武器制造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生物制造武器啊或者是这种高就是对吧 就是最近被美国政府盯到的 中共要偷窃的一些技术有关的这种专业的话 可能会被审查一段时间 其他的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的啊 这个是我之前很早就跟大家说的 现在的话 因果情况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 就是但是主流的话一个就是B1B2 一个就是学生签F1 F2主流的 而目前的形式来看的话 就是结合这个中国海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收紧的这样的情况啊 就是大家申请这个学生签应该是更靠谱一些 因为你说你现在拿着旅游签证 当然出还是肯定能出来的 大家要注意一些细节 对吧就是 你比如说可能 我刚才提到这位朋友 他有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旅游签出来的啊 也有可能 因为他之前就是旅游签出来的 对吧就并不是说 不能够 百分之百的不能够出来 对不对 他只是说有一定概率被审核 而如果学生签的话 这个大部分是不会被审核的 这个倒是一个实际情况 对吧 但是呢这个其实轮不到大家担心就是那么超前 对不对 大家真的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你先考虑到你的这个护照怎么了 然后再 在考虑怎么样去申请自己的这个签证 对吧 怎么样的方式适合自己 对吧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对吧 年龄呢 还有这个学习经历啊等等 是B1B2还是这个F1F2 对不对 自己设计清楚 这个是最基本的 当然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他们的这个移民血泪史啊 可以说是血泪服 或者说就是一个不断的受骗 然后学习的一个经历啊 就比如说有朋友说 哎呀 有一些中介忽悠说啊 交3000块钱啊 就就就给你办办什么签证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吧 就是不不不成功的话 还给你退款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结果呢 收了收了钱之后 马上就消失了 真的是有这样的 对吧 他实际上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是利用了大家这种心情急躁 对吧 就是急于求成的这种心理啊 就是呃 你现在这也知道现在这个监控无需不在 就就包括你随便用一个手机什么微信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吧 可能可能可能你的他那个手机大数据 他一下就分析出来 哦 这个人有移民倾向对不对 他可能就会推送一些这个广告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知道对吧 就是实际上就是就是头里的这个心理所好 所以很多时候你真的要冷静的想一想 哎 这个人说的这么漂亮对不对 是不是 你先想一下这个这个这个有大家 有他们这些骗子说的那么容易吗 对不对 其实冷静的想一下 你就会发现并不是大家 就或者说大家听到的一些骗子说的那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稍微思考一下 冷静的思考一下 就是一步一步的规划啊 就是说我我能理解很多朋友 急于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但是呢 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你在实行自己的计划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一走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 你可能就像欲速则不达嘛 对吧 一而且现在这个骗子又多 对吧 所以这个你如果一不小心 可能就就掉掉到哪个坑里面出来啊 不管你是在护照阶段签证阶段 甚至是在出国后面的这个阶段 对吧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还是小心为妙小心为妙 那么呃刚才说如何防止被骗呢 除了我刚才给大家提的这个就是 就是基本的就是冷静下来思考 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能不能先想一下冷静一下 对吧 这个骗子呢 他就是利用大家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 就是说你先先交个定金啊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就然后呢你你头脑发热 当天就就就就交了定金 然后结果骗子就骗走了对吧 当然也有朋友说哎我我那个是什么 咸鱼啊淘宝交易对不对 那个呃他那个就相当于说淘宝 或者是呃那个咸鱼平台对吧 他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一个中介 对不对 他可以能够防止一些被骗 因为那个那个钱骗子不能马上拿到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直接给对的对方转照 那种可能就是很迅速的就被骗的 那那是那是这种可能性就概率就大多了 当然所以很多朋友说那我还是支持这个呃 在什么淘宝或者是咸鱼交易的 在这个方式我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呃 总的来说还是至少比那个你直接给对方转账 就是你就是听听别人说了一个或者是广告投送了一个 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对吧 那可这种被骗的概率肯定会大一些 如果说是淘宝或者是咸鱼的话 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网络网络上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你也很难去了解说他这个人 或者说他这个机构做事情怎么样对吧 但是呢怎么说呢 那很多时候呢还是还是能够找到你最近的对吧 是最好的也就是相当说你最熟悉最冷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应该说是最好的 那怎么样去熟悉呢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最终极的一个一个防片指栏吧 就是如何去找靠谱的中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帮助的话 对吧 那么怎么去做呢 我觉得其实呃最终极的移民防片指栏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的DIYDIY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Do It Yourself 对吧就是尽量的自己去做 为什么呢 其实我前面的一理念一直就是这样的 因为因为很多的 并不是说现在的这个信息你什么都会信息什么细节都知道 对吧但是呢大量的信息 其实你真的是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对吧 为什么说你要尽量的先获得一些信息呢 因为你在获得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呢 你其实就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对吧 然后你再去听比如说你再去听可能你碰个片子了对吧 骗子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很很简单怎么怎么样去做对不对 那那你一听可能就就等同于说你很有经验那你一听哦 这个骗子好像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对吧 他说的好像就很漂亮但是跟我了解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就露出马脚也就相当于说你很有经验了 你了解到了很多的实际的信息 然后一听骗子这样一说你马上就感觉到不一样对吧 就前面说这个骗子呢他主要就是利用了你的这种心情急躁的心理 然后呢给你说漂亮话对吧就是说你急于成功他就跟你说啊我保证你成功啊不成功的话给你退款啊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 说百分之多少成功对吧 但实际的情况可能你通过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哎 他说的不是那么靠谱对不对 他那那那比如说你了解多了你可能就会问一问一些细节 比如说他说能够帮你办护照对吧 那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帮我呢 那他可能要就要设设到设计到一些细节了对吧 如果说这个骗子他他能够把什么都回答清楚的话对不对 那很有可能他我就说不我们没有说事先假定他是骗子 我就说如果说他说的什么都是头头是道就是尽量的合乎逻辑的话哎那很有可能他就不是骗子啊 很有可能他就不是骗子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他每一步他都知道的非常清楚的话就就表示这个中介还是很有能力的对不对 很有能力的话他他其实呃如果说他注意去选择去骗别人 他的这个获得的利益其实并不多他可能骗一两个哎他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对不对 他如果说是作为一个真的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中介的话 他他帮助了很多人对吧他他他他真的是按照实际情况去做了对不对 他如果能够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而且回答都非常的合理对吧 因为你事先了解了一些情况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慎重考虑哎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真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做骗子的话他是他获得的收益更小一些对不对 他他这个能力他通过这个正直当当的做生意对吧做中介生意他获得利益更大一些 这实际上最终还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对吧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自己尽量的多了解啊对吧 DIY多了解一些信息这个是最终极的防骗之谈 你就能够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对不对 当然也有很多一些所谓的review或者是评价 但是呢 但是在中介这个行业我感觉到你想找一个中介的有很多评价啊 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去一个饭店吃饭 你Google一下他会有很多的人的review对吧 但是一个中介的话基本上这种这种除非是超大型的很正规的在Google上或者什么有的 否则的话这个这个这个你真的是很难找所以尽量的你只能说多掌握一些信息多学习一下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找中介对吧 而且呢这个过程当时实际上也是最大化你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尽量的减少花你的钱对吧 因为就是说我能够自己做的我这这些都做了 我真的自己做不了的我再来找一个有经验有实力的中介啊就是办事靠谱的中介对不对 这个这个结合起来那就是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 然后你尽量的少花点钱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终极的防骗指南 否则的话不可避免你可能在每一步都会有可能会受骗吧 大概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的好 最后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寄语吧就是即使呢身在墙内呢我觉得大家也要学会逻辑思考看清问题的本质 尽量的做一个正常的人因为只有做一个正常的人你可能在逃离强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才会更好的去规划 然后呢有更大的成功的机会吧大概就是这样好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顺利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点赞支持呃别忘记订阅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